我是从去年9月份坐过来的 坐过来之后 反正在这个呢 就是在我二五年靠西面这个电梯 大概在11月份被关过一次 那么今年年初又关过一次 我是关过一次是时间不长 时间不长 但是突然就是呢 我从25楼突然就是没有这个电梯里面 没有数字了 这个没有数字了 直接到一楼突然打开了 宋都东郡国际小区位于杭州前塘区 傅先生家在25楼 他说自己身体强壮 心理承受能力也不错 换了其他人 遇到这种情况 后果可能会不一样 如果万一是老太婆 年纪大的 他们被关过之后 关几个分钟都有 他们说关了二十几分钟都有 那如果他们在关的里面 他们心里会产生一种什么原因 我们是都在保养的 然后有事及时处理的 就卡门的现象是比较多 因为有一些杂物嘛 食指呀都插到卡槽里面 傅先生介绍 小区分为朗湾和家湾两个区域 业主委员会是同一个 他多次向业委会和物业提出意见 结果被移出了业主群 他不是一次在群里面辱骂别人 这不是一个不雅的问题 他这个人比较 说话起来比较随意 我们也怕担责任 一次两次这样提的时候 难免心里会不高兴的 比如说我说他们没有担当 还甚至说过就是那 说收头无归 我作为一个业主 他怎么业主不能反映事情 他可以把我提掉 我只关心我自己的安全问题 关心我家里的安全问题 或者我们这个小区的 整个大家左右 左右左右 灵右舍的安全问题 那我作为一个热心的一个业主 我肯定要提点 那当然 把他提出群的不是目的 只是希望能够 对吧 大家讲话要理性一点 要回给理性 不能够太情绪化 那当然他如果有这个意愿 我们再邀请他回来 大家有什么事情 可以好好沟通的 回到电梯的问题上来 傅先生表示 他不断地在群里提出意见 目的也是为了大家的利益 最好能换电梯 彻底解决问题 他们这一状反馈 说我们这个电梯想换 那我们业会呢 也制定了专门的一个计划 想换的话 动用物业维修基金 他们这个单元的 我们方案已经做好了 到时候呢 等我们现在在 物业产许聘这个期间嘛 等这个事情 一个月内就能完成 我们就将这个方案提交出去 让他们进行表决 如果表决通过呢 给他电梯换 根据他们的意愿 去换一部电梯 也是可以的 1818黄金眼 记者报道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